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里边的四则四段基本上全部都来自于诗经和对诗经的一些解释 好 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段 诗云邦极千里为民所指 这句话的意思是诗经上说 京城复原辽阔方圆千里 许多百姓都愿意在那里居住 那么这个诗云呢 这个是讲的是诗经里边商宋的玄鸟篇 邦极 邦极呢指的是古代首都或者帝都周围的地区 周围的地区 就郊区 大家都愿意住在这个京城的旁边 为民所指 为民所指的话 那个指呢是指住的地方 也就是诗经上讲啊 京城复原辽阔 许多百姓都愿意到京城大城市去住 简单的可以这样理解 好 第二句 诗云 闽蛮黄鸟 指于秋雨 好 闽蛮 这个字念闽 闽蛮呢 它是相当于 它是鸟叫的声音啊 它相当于什么呢 绵蛮 鸟叫的声音 也就是绵蛮 绵蛮叫的那些黄鸟啊 它指于秋雨 就是栖息在那个多树的那个山岗上 指呢是栖息 秋雨呢只是山脚的一个 山丘的一个角落啊 就这鸟儿呢也喜欢 找那些树比较多的 山丘里面呆着啊 这都是讲两个指啊 你看 人呢指于这个首都的旁边 要到大城市去 鸟儿呢就指于山林之中 你看子曰 接着孔子说什么 孔子说呀 孔子说 于指 直其所指 可以人而不如鸟活 那么孔子感慨的说呀 连黄鸟都知道 它该栖息在什么地方 难道人还不如一只鸟吗 也就是说我们人呢 应该知道自己栖息在哪里啊 接着下面又开始诗经 诗云 木木文王 啊 木木文王 那么木木文王指的 木木呢指的是形容啊 仪表非常美好 端庄这个样子啊 鱼姬 西 静止 那么 吉呢是指的是继续的意思 啊 吉是继续 那么呢 西呢指的是光明 啊 然后静止呢 朱西啊 呃 解释为说 言 言气无不敬 而安所止也 这个指在这里是个语注词啊 其实没有实际的含义 这句话整体的意思是说什么呀 木木文王 就是深沉端庄 品德高尚的文王啊 为人光明磊落 然后做事情呢 始终呢 庄重谨慎啊 庄重谨慎 可以大概这样翻译啊 如果把它分开的话 每个字都有每个字的意思啊 为人君指于人 为人臣指于静 为人子指于孝 为人父指于词 为国人交 指于信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就作为国君呢 他的言行呢 一定要做到仁爱 然后作为臣子呢 他的言行 一定要做到恭敬 啊 作为子女呢 他的言行 一定要复合孝道 那么作为父亲啊 要指于慈 慈 就是慈祥的慈啊 要体现慈爱 那么遇国人交 国人呢 就是他人 如果遇他人交往的时候呢 要怎么样 要做到讲诚信啊 其实这整个的第一段呢 主要是在禅发什么呢 指于至善的这么一个含义啊 首先呢 要知其所指 就是你应该知道自己停留在什么地方啊 那么俗语说呢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这个鸟啊 都知道找一个 七夕的树林 那么人 怎么可以 不知道自己该在什么地方落脚呢 那么邦极千里 为民所指 那么大都市呢 还有郊区啊 历来就是人们呢 相往 而且是聚集在这样一个地方 但这仅仅是身体之所指 那我们的精神呢 我们的精神也要知其所指 指在哪里呢 指于至善 指于至善 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啊 好 我们再接着往下 看下面这一段啊 这段有点长啊 诗语 又是诗经说啊 胆比其余 这个字不念澳啊 念玉 胆比其余 绿诸仪仪 这个字呢 是通这个绿 绿色的绿啊 这诗经里有很多字呢 比较 我们不常见 那意思指的是什么呢 其呢 指的是汽水 在河南的北部啊 河南的北部 然后 余呢 只指的 这个字指的是水边的意思啊 就在水边上啊 在水边上 绿诸仪仪 那就是诗经呢 说望着汽水呢 弯弯的岸边呢 嫩绿色的竹子啊 郁郁葱葱啊 郁郁葱葱 仪仪呢 就是长得非常茂盛 美丽又茂盛的样子 有非君子 如切如错 如琢如磨 有匪君子 这个匪呢 指的是文采 指的是文采 有非指 就是那里呢 有一位富有文采的 文之彬彬的君子 研究学问呢 如切如错 就像加工骨气一样 啊 然后呢 不断的切磋 一丝不苟 一丝如着如磨 那么修炼自己的时候呢 就像打磨美玉一样 反复的琢磨 精进不休啊 在里边叫做 如切如搓 然后如着如磨 这是两个词的来历啊 其实来自于诗经 色稀 贤稀 赫稀 宣稀 那么这里边讲到了 这个色稀 色稀 啊 贤稀 指的是庄重 而胸襟开阔的样子 而赫稀 宣稀呢 是显要盛大的样子啊 这是讲的是什么东西啊 他庄重啊 严谨 胸怀宽广 意表堂堂啊 有非君子 忠不可宣惜 这里的宣呢 是指遗忘的意思啊 这其实是一个 有的版本是言字旁啊 宣 是指的遗忘 啊 那么这说 就是这样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 真是让人什么呀 很很难忘啊 接着他开始分着解释了 如切如搓者 道学也 如着如磨者 自修也 那么这里所说的加工骨气啊 不断的切磋 指的是做学问的态度啊 要要要坚韧啊 要不断努力 那么这里所说的打磨 这个美欲要反复琢磨呢 指的是自我修炼的一种精神啊 色稀 咸稀呢 他说庄重而严谨呢 他是指的是啊 指的是 寻 这个证念寻啊 寻力也 寻力呢 指的是借句恐惧的意思 也就是说 庄重 庄重而严谨 指的是他内心非常谨慎 然而有所戒备 贺熙宣熙啊 说他意表堂堂非常威严啊 这是威仪啊 这是他的威仪 有非君子终不可宣习者 道胜得至上 您不能忘眼 那么呢 如果说他说这样的一个文字彬彬的君子啊 可是真的令人难忘 主要是由于他的品德非常的高尚 达到了最完善的境界 所以使人怎么样 难以忘记 所以这里边讲到了一个自善的境界是什么样子的啊 所以要达到这自善的境界 不同的人 还有不同的身份 都有不同的努力方向 但是呢 速途同归 最后要实现的 也就是通过 如切如搓 如琢如磨 这样的研修 而达到胜得至善 明知不能忘眼 这样才能会成为流芳百世的 具有完善人格的人 当然呢 这是也是一种理想的英雄主义的教育啊 就是大家最好渴望什么呀 不朽 崇尚伟大 追求人生之完善啊 从这里边呢 也表达出了他这种人生价值观的一种判断啊 好 接着看下面这一段啊 接着看下面这一段 下面这段讲到 诗云 这两个字不念于稀啊 念呜呼啊 感叹词 就哎呀的意思 呜呼表示感叹 前王不忘 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 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 以此末世不忘也 哎呀 就是翻译成今天的话就 哎呀 前代的君王啊 真的使人难忘 就是主要指的是周文王周武王啊 为什么让难忘呢 是因为那时候的君主贵族们能够以前代的君主为榜样 尊重贤 贤其贤嘛 就是尊重贤人 亲其今嘛 是亲近自己的亲族 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 一般的贫民百姓 小人这里主要指的是贫民百姓 都蒙受这个君王的恩泽 享受安乐的生活 获得利益 因此呢 这就是前代圣贤之王啊 永垂不朽而不被人埋目的最基本的道理 其实这这段呢 其实就讲讲两个字 就是仁德 其实在这段话当中 大学再一次重申了他所提倡的治国之道 就是以 一定要以仁德为本啊 仁德为本 好 这是整个第四章 这个邦几章 邦几章基本上就是用了很多则的这样的诗经啊 诗经的内容来解释什么叫止于至善 还有就是止于至善的这样的一个道德要求啊 道德要求 他其实是用经典 然后再解释经典啊 这个思路呢 是非常厉害的啊 好 这这第四章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章呢 我们会讲第五章 听诵章